其實我是一個會勇敢面對的人 就是不會去逃避啊 或者是因為你今天真的犯的錯 你就是面對 那你不要去 雞雞喳喳講一大堆 然後或者是雞雞喳喳做一些不必要的 那我就安靜面對囉 其實那個時候有很多的事情的發生 都一直在全部四面八方而來的一些聲音嘛 你那時候只能安靜啊 那就算沒有的事情你也只能安靜了 你能說這個我有這個沒有 這個我有這個我沒有 我比較想要去解釋就是我沒有要蓋泳池的意思 這是我一個哪里來的 我這是有一個旋律的 哪里來的羅陀哥啊 我家社區就有泳池了 我蓋一個泳池幹嘛 而且那個頂樓不是公共的 是我個人私人的 很多人都以為那是公共用的 然後我就說 這樣鄰居要上去 不管是曬衣服 或是 或是 聊聊天 就霸占別人的那個 空空地的 我想說 他要進來我家是不是要 他要去我頂樓 他要先進過我家耶 才能夠上去我的 露台啊 可是我泳池 我是造景水池 為什麼會變泳池呢 就有很多的聲音 可是我在那個時候 我能說話嗎 我就整個安靜了 讓很多人真的 真的就以為我要蓋泳池 我有病啊 我都在黑咖 泳池有點漏水 我不是第一個遭殃的人 合理吧 因為每個人的生活都要繼續過 你在網路上面攻擊的那些話 可能不是真的 那也不會影響到我的生活 那就是我不會去太在乎很多 網路上面的一些 留言的一些話 因為畢竟人生不是因為你 我的人生不會因為他 是因為我自己要怎麼過 怎麼活囉 樂觀派啦 應該是 我都會跟 我曾經有遇過這樣的人啊 就是他有 靠藥物去維持自己 不要去 陷入在那樣的空間的 藝人朋友 我說你 火的世界是網路嗎 欸 我這句話點醒他耶 他說欸 對耶 我說你看你周圍的人 沒有人在罵你啊 沒有人在攻擊你啊 都是愛你的 然後都會跟你聊天 帶你去逛街吃東西 那你為什麼那麼在意 那幾個字又不是你不認識的人 幹嘛那麼在意 然後你因為他 然後你就讓自己吃藥 變成這樣一個狀態 沒意義啊 你手機丟掉嘛 你看以前我們沒有這些手機的時候 多開心 對不對 那為什麼要因為這樣的一個事件 然後你就開始覺得 哇不舒服不舒服 你不是為他們而活的耶 然後他們就有比較 開心很多 然後加上我也給他翻一些 就是別人攻擊我的一些字眼 你看 你看 我現在還不是開開心的 哈哈哈哈 人就是 就這幾十年的時間 你在乎那幾個字 沒意義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 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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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